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斯普拉肉質給你飽滿多汁的小知識 今天是首次大型跑活動開始 大家有沒有開始遊玩了 其實在饅頭陣就可以看到天空的顏色已經不一樣了 而且在右側可以收到通知前往熊先生商會 也因為鮭魚回流導致觸犯海洋世界無法運行 原本計劃好週末跟家人去遊玩也泡湯了 真的是太神奇奇了 大家趕快一起去討伐他們吧 初步體驗發現鮭魚回流在觸犯海洋世界真的很好玩 滿潮、一般潮、乾潮三個狀態以目前打擊場的心得是 乾潮的難度最高收集藍會在中間 因為場地變超大 四面八方的鮭魚都會出現很容易但送不夠 滿潮的收集藍也會在中間 不過一樣會有四面八方的鮭魚出現 滿潮反而在處理上可能要更快速剪接 不然鮭魚多起來也是來不及送蛋了 一般潮我覺得相對比較好打 收集藍會在最邊邊剛好高低起伏的地形很多 而且可以爬牆過去 所以滿好逃跟應變的 目前是少少機場體驗的速報 但可以通過的地形比想像中多很多 而且我覺得大型跑打起來的感覺非常好玩 不管是野團或是跟朋友同樂都很有趣 加上這次大型跑是數個月一次的活動 為期兩天12月10號到12月12號的早九到早九 本次的活動報酬很豐富 第一個是行路的分數會是1.2倍 第二個是打工扭蛋量會增加的比平常還多 第三個是參加大型跑有機會獲得橫鋼裝飾品 在活動結束後團隊總金彈數是前5%的人會獲得金色橫鋼 前20%的人會是銀色橫鋼 前50%的人會是臀色橫鋼 凡是參加大型跑的人都會有綠色橫鋼 再是徽章的部分 前5%的人是金色徽章 前20%的人是銀色徽章 前50%的人是紫色徽章 我個人覺得紫色怎麼比較特別 我想要紫色的呢 然而總金彈數可以在商會的時候看到顯示目前最高分數的彈數 同時在大型跑也會有橫鋼的出現 好的總之大型跑的激速速報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主要是想要通知所有斯普拉的朋友這次大型跑很讚 不完真的太可惜了 還有兩天時間現在趕快立馬收到開啟遊戲 一起來討伐鮭魚吧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作為支持留言分享你的心得斯普拉肉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員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